只用黑史第一把钢铁支线的绝 考验人品的时刻又到了 不要最贵的 只要最好的 球没空啊 Nice 无敌了兄弟们 这还有啥可说的 不赚个千八百万都说不过去 难得用这么极品的枪 看我如何发家制付就完了 毫无疑问 这复活点得去一趟boss点了 对武图boss我充满了信心 最差也是个粉 不要白不要 先爆个红 就这么一个五级偏偏就掉它 还能说啥 不着急 人太多了 不清干净无法安心打 这不就是一个 轻松拿下 不敢小乔朴仔 说不定枪就是精致的 又一个 挺包了 这是个紫光 恐怕要毫无收获 看朴仔爆粉了 要说中了 好家伙够够幸运 比看见六甲还开心 毕竟甲容易掉 这枪不容易 谁打我 人呢 看见了 有装备 这boss还没打呢 就捡了一堆东西 爆红了吧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毕竟难得用钢铁没空 得好好把握机会 尽量多爆红 尽量多赚钱 这下可以解决boss了 下决心了 再爆红就回家 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又是个头 也行吧 有人不让走 那你也留下吧 送来个紫光 好穷啊 这都啥呀 刚才说了爆红就回家 不过路过酿酒厂 据说这地方很肥 真行 第一个箱子就是生物样本 不过竟然都被开过了 真那么肥 貌似每次都有人来这开 坑里的箱子竟然还在 检查一圈没老六 我就开了它 这算穷的了吧 我连金砖都没出过 行了 这把安全返回 收回两个六级 一把精妹 继续继续 这把必须要去辐射区了 这复活点大概率遇到人 得小心了 听见脚步 果然说中了 是个老六 太脆了 跟纸一样 子弹还行 多多一扇 这把目标多少呢 尽量四百万以上吧 那就得活到最后 还不能让敌人活着出去 先开吧 来人再说 有枪神了 上去抓它 看看藏在哪 这俩坑货把我暴露了 太能捣乱了 但它还是无处可逃 有种强烈的预感 钢溜要来了 又是个头啊 今天跟头这么有缘 这家伙六百多发高爆 是要荡平辐射区的节奏 拖它的符 我也可以用好子弹了 这么快又来人了呢 有警报 如果它不下来 那就帮我开门也好 竟然来了 半斤八两 它也不好过 不过难受的来了 小怪这个时候找我 这不是添乱吗 我以退为戒 看它追不追 来追了 杀个回马枪 烂过头了吧 追人有风险 下次需谨慎 这次该掉假了 还有精致狗杂 怪不得打我那么疼 可惜是个包 六级里最便宜的 行了 现在全是高爆 边开边扔 根本用不完 没人了吧 我继续开了 寄予厚望的武器箱 再也没出过金光 黑门开了 可以提供大量收益 这个箱子四十多万 一般没金砖 安静了 好像不会再来人了 就这么把辐射区收拾囊中 四百万应该稳了 又一张黑卡 难道还得出去开 外面那黑门感觉和辐射区这个差远了 没事 没有金光也没有细号枪 金砖来了 总估值突破五百万 枪和假的耐久全部耗光 子弹也彻底没了 返回吧 这把盆满钵满 时间紧迫 黑卡都不开了 仓库攒一堆 本局收益接近五百万 这个钢铁没空用的算是值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